眼睛 它是人类观察世界的重要身体器官 然而 在人类想象和信仰的海洋中 眼睛早已成为连接有形世界 与无形灵魂的门户 穿梭于山川大海之间的各个文明 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 将眼睛崇拜成洞察力 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视为对生命 命运和神秘力量的探索和理解 在遥远的东方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众生寻求着一种超越肉体眼睛的视觉 一种能洞悉世界真相的神圣力量 人们称它为第三只眼 这个神奇的第三只眼 它能看到世间的一切变迁 可以让人明白 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这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无常 这种洞察力 它可以帮助人们 看透生死轮回的真相 让我们不再对昙花一现的事物执着 就像是一盏明灯 照亮了苦难的根源 让修行者认识到苦的本质 同时也指引他们超越苦海 迈向心灵的极乐净土 在佛教中 第三只眼是精神起物的标志 是从无知到觉悟 从执着到释然 从束缚到自在的精神之旅 它是佛教徒不断追求的神圣世界 同样是在印度 印度教的神话之中 有一个伟大的神叫师婆 代表着生命的结束和新的开始 师婆也拥有三只眼 其中最神秘的 就是他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师婆的这只眼睛 并不是用来看周围的世界 而是用来洞察内心深处和宇宙的秘密 当师婆的两只眼闭上时 第三只眼便缓缓开启 师婆的第三只眼 拥有毁灭的力量 能够焚化虚假和无知 但这种毁灭并不是终结 而是一种转变 为新的创造和理解铺平道路 就像一把火烧掉了混沌 让人能够看到背后的真理 中世纪的欧洲 人们通过艺术 向彼此和未来 讲述着他们对宇宙的理解 在这个时代 一种强有力的符号悄然诞生 他被称为是上帝之眼的象征 上帝之眼也称为普罗维登斯之眼 权势之眼 罗格斯之眼 等等很多名称 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 上帝之眼就经常会出现 他告诉人们 上帝的目光无处不在 无论处于何种境遇 上帝的关爱与指引 总是伴随着他们 也象征着上帝时刻都在监视世界 对人类事物的全知和全能的关怀 关于上帝之眼的起源有些神秘 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它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人们认为 它可能是源自于中世纪早期 在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们 他们开始在这作品中 描绘出一只被光环围绕的眼睛 或者是在一个三角形之中 代表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圣父 圣子 圣灵 上帝之眼就像在人生道路上 上帝的目光始终伴随着 每一个人无法逃避 提醒人们应时刻保持警觉 上天的目光永远注视着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古老的中世纪延续到现代 从教堂的壁画到文学作品 上帝之眼虽在不同的文化 和基督教派别中略有变化 但其作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象征 以及对信徒无限的爱 保护与提醒始终都未变 上帝之眼也是一个 经常会出现在共济灰的仪式中 无论是装食品还是会堂上 或者是在仪式的物件上 经常都会看到 在共济灰的语境下 上帝之眼被赋予了更特别的含义 它不仅象征着神无处不在的监督 也象征着光明与指引 激励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 不断地努力追求更高的自我 在美国的国会中 也出现有上帝之眼 代表着这个年轻国家的信念和理想 上帝之眼悬浮在一座 未完成的金字塔之上 象征着国家受到神的恩典和保护 同时也代表着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金字塔虽未完成 却展现了一个国家不断成长 不断想完善努力的过程 光芒四射的眼睛 则象征着智慧和启示 指引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方向 作为国徽的一部分 上帝之眼也捐割在一美元的纸笔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尽管有些人将上帝之眼 与各种阴谋论联系在一起 但他依然艰苦地站在美元纸笔上 在古老的土耳其传说中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隐藏在人们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中 它可以带来不幸和疾病 人们称其为邪恶之眼 为了抵御这种力量 人们创造了一种被称作那扎尔眼镜的护身符 护身符由蓝色和白色圆圈构成的眼睛 它拥有反射和驱散血眼的神奇力量 那扎尔眼镜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 那时的人们相信 一些恶意的目光可以带来灾难 因此他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护身符来进行保护 所以这个符号不仅在土耳其传承 在古埃及 古希腊 罗马 伊斯兰 甚至犹太传统中都能找到 随着时间的流转 各种文化的邪恶之眼信仰汇集演变 形成了今天的那扎尔眼镜 在土耳其的附近 一片被沙漠包围的美索布达米亚 这里有人为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 在那个远古的时代 人们相信天体之间充满了看不见的力量 这些力量有时会带来和平与丰收 而有时又会带来风暴与毁灭 为了赢得诸神的保护 美索布达米亚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符号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被人们称为守护者眼睛的神圣符号 守护者眼睛像真神的全知全能 就像太阳能够照射到所有地方一样 神也能看透所有的秘密 保护人们远离那些不可见的邪恶 关于守护者眼睛的起源和真正意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模糊 但有人说 它可能起源于对天空中太阳的崇拜 太阳照亮大地 照亮一切黑暗的地方 也有人认为 它象征着早期君王的权利 监视着国土中的一切 说到眼睛符号 荷鲁斯之眼是最著名和古老的一个 在远古的埃及沙漠中 有一个年轻而英俊的天空之神荷鲁斯 他不仅是天空的主宰 也是王权的守护者 他有着深邃的猎鹰眼睛 总是戴着一顶象征尊贵的皇冠 但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荷鲁斯的父亲 伟大的山奥西里斯 被邪恶的赛特背叛和杀害 为了给父亲复仇 荷鲁斯与赛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 荷鲁斯失去了一只眼睛 他的失礼和荣光仿佛一起消失了 就在所有人以为 这位年轻的神将永远沉险于黑暗时 荷鲁斯的母亲伊西斯女神 施展了他神奇的魔法 他用强大的魔法治愈了那只眼睛 不仅让荷鲁斯重获光明 还是那只眼睛充满了魔力 这只眼睛被人们称为荷鲁斯之眼 它不仅象征着荷鲁斯重新获得的实力 更是秩序与健康的重生 从那时起 荷鲁斯之眼就成为了保护和治愈的强大符号 被广泛用在护身符和艺术品上 他的力量能够驱散邪恶 守护人们远离伤害和疾病 这只充满魔法和力量的眼睛 将会永远守护着他们 除了上面的眼睛之外 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与眼睛有关的图案 北欧神话中有奥丁之眼 西非的非洲之眼 象征着祖先的灵魂和保护力量 祖先的灵魂可以通过眼睛保护他们的后代 在玛雅文明中 眼睛象征着神圣的力量和预知未来的能力 玛雅人相信 他们的神灵拥有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 这些眼睛可以看到人类的行为并加以指导